生半期是这样 生半期应该看两方面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一个是你一眼小 是吧 你这个思维比较怪异 骨骼比较清晴 平常的事你就以为 就是大家针对你伤害 你就生半期 是吧 这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你是个正常人 但是你掉到了一个非常王不断的环境 这个环境总是给你带来这种压抑 不开心 是吧 总是在让你激热 让你生了气又发不出来 是吧 这个东西是这样 肝胆气虚寒的心理精神 有一个最大表现 就是忍气吞声忍辱负重 这些人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就会变成肝死寒 就会长东西 是吧 有的在肝胆上长 有的会长到心包上 是吧 在乳腺上 记住啊 中医的乳腺是属于心包的啊 善终者喜乐出业 它不光是个哺乳器官 它还是个happy器官 是吧 你要让他不happy 他就给你找一东西 是吧 这是情绪的压抑是吧